美国这种监听 尤其对它的欧洲盟友 这个监听 其实不是第一次 根本的目标是什么 美国在监听的过程当中 它所关注的一点 不仅仅是安全方面 还包括政治 外交 经济等各个方面 近些年我们观察到 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尽管紧密 但是尤其是欧洲的盟友 一方面依靠北约 但同时希望依靠北约 来打造自己相对独立的防御力量 欧洲的这样的一种 战略自主的动向 对于美国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美国希望阻止欧洲的战略自主 所以这个时候 听一听欧洲盟友在说什么 尤其是听一听 欧洲盟国的领导人 一些高度机密的通话 让美国心里更加有数 就成为了美国监听的核心的目标